我這邊就有不有麥克風 有時候有時就有聲音 或者畫面上我都看到大家 在網上都看到大家的網絡 Rate your hand 或者有些問題 大家可以Rate your hand 大家就留下了 留下沒問題 我們講回我們的題目 各位先參 안드러self 7 kompl喜歡 我們可以參與網路網他們的 minus 10 用鍵可以探訪 Howl 你完全不會在台北上那裡 或是你幫忙走 可能你說你平時 你遇見 可能是海裡的藝術 或者馬路 但你反駁也有用 是吧 海裡也有用 就像你現在所謂的移動裝置 你現在就走 你想用 即是隔了 我做了Network 當然現在我們好看 Network 有很多次去FIRG 上網 上網有些人生 接觸的東西 都會有很多 但我放心 我只不過將我這裡 即是一陣間你們看的那些slide的 所謂的caption 拿了出來 跟大家規查的日子 大家放心 大家放心 不需要去查 因為我已經想給大家一個規模的規模 讓大家兩支左右的行為都會有 其實我一陣間展示出來的slide 或者我們剛才所說的 在你們的desktop上都留下了 一陣間我展示出來的slide 所以大家放心 大家當作是sit back 然後慢慢了解一下 有些東西看的 我只不過想做三個好的 剛才講過了 即是說Network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差不多接觸的 我們這些public的力量 或者每天都會有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上網 上網都是過內地的 但是其實上網在我們最初的時間來講 因為當你發覺到你比較上了解它後面的工作 當然我日常的工作 不需要無緣無故地解釋一下 或者什麼TCB 壓電壓或者那些壓電的實力 可能沒有那麼需要的 沒有那麼大一點 你了解了一些對面 比如說那些人的 我講回我們的工作來說 我講過我們有成為十多了 有成為十多了 所以我們都要做一些 要怎麼辦 就是大一張 自然一個人說 一塊英文 一塊英文 就是一塊英文 就是經常都說 我上不了網 或者我講不到 我講不到 有時可能我們都需要用一些經濟 即是對口就和那些 provide service 的網絡 那些網絡會 provide service 那你都會和他們的訪問 或者起碼就是大家的 ID address 什麼 subnet mask 或者什麼叫local area network 什麼叫遺棄 這些我們差不多在辦公室都經常都會遇到 現在我們說在國上網 那個段路 雖然經常都不要上網 但其實事實上 有些 official terms 可能我們說WATM YL 這種的 methodology 你說 整天都要掛在口邊 一說到那個時候 可能和他們聊天 和他們交不交 交project 好 交一些 troubleshooting 口的口的口的口 你是layer 2 的 program 你有layer 3 的 program 那麼describe一下 如果那個 end user 真是不懂的話 就變成了一個 troubleshooting 的時間 或者支援的時間 就會留意一下 但如果對方 或者是剛剛我們接觸到的 有些朋友 會知道是什麼為止 什麼為止 NASU 啊 什麼為止 NASB 大家對口的時候 可能很快找到一個問題的根源 可以說是有一點技巧 但是這些技巧又不發生到深度的 就是有些很誇張 即是一個很狼狹性的師傅 有一個問題 只是Local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ERROR Local 或者是一些ERROR 的話 我們就可以對付了一點 好 那我們有些什麼來不及啊 這些只是我們那些slide的那些 number 沒什麼東西 稍後我都會講 所以我給大家講 大家可以先看第一段視頻 看另一個Bestcom的字 什麼叫Building the Simple Network 什麼叫做Network 什麼叫Local Network 什麼叫Network Function 我們都是在Home-to-Hose communication網 簡單來說就是end point to end point 你可能是電不到 電不到 你都可能是電到的伺服器 你都可能是電腦去壓在網絡上的某個 所謂叫做Web伺服器的網頁 這些都是host to host 但host to communication 我們在end point 上來說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原來其實是我們的前輩 他們已經非常之用心去做了這個所謂的communication model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communication model 才會發展情況 很多不同類型的器材 有不同類型的所謂的application 在on the top 大家可以能夠 但是我們會appreciate這個model 我只要understand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小人說的那些東西 甚至有些人玩 我是那些東西的 那些東西 叫做 介紹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IOS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沒問題了 都聽過 我們都聽過 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確實建立了很多在基礎的 叫做決施出來 給了很多人看見的問題 都是有無論的 大家在合作 但是 都會借回CISCO 在Network 方面的所謂標準 都已經佈置了現在大西日常所用的 Network 的指示出來 我們在所謂 local area 或者辦公室 都不好的 你在家 你現在大家坐著這個網站 都是一個難充實的環境 我們通常在這些 都是裡面的 我們都說是Lang Local area 網絡 網絡 這些網絡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要靠 Switch 這些網絡 這些網絡 Switch 是一個很驚訝心的 這些經驗的一些所謂的操縱 我們都需要去分析一下 去學習一下 介紹一下裡面的資訊 我們知道就是Switch 我們普遍是講的就是Evernet Switch 交換機 即是我們用中文來講的叫交換機 交換機這個名字都改得不錯的 我覺得 交換機都改得不好的 原因就是說 基本上你看到Switch 通常都有很多方式 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インターフェクト 我們可以接入 接入或者插入我們那些end-con 有可能給互動部 拿著Lang 線 我們會給互動的Lang 插進去Switch 從而就可以 所謂拿到ID 拿到ID之後 就可以接受到公司的資源 直播 上去線 甚至可以上網 這些都是 隨時交換 就是交換的那個叫做 Publication 就是你講的我聽 我講的東西由你聽 所以就是給一些電位 從二位之間可以交換信息 可以交換資源 所以就是可以去交換機 大家都明白了 有交換機 就是說其實它裡面都相當的要求 就是banc要足夠去支援交換的策略 大家都可以用一些比較上白的說話 或者我們的交易所 交易所的交易所 如果交易所很多的時候 我們交易所裡面的 process 是不是要很緊張 什麼樣的trip 都是 交換機其實可能就是我們 一擊那些音樂器 每個音樂器都一擊 一擊 一擊 我們去24個音樂器 24個音樂器 我們去那邊24個音樂器 假設24個音樂器都不斷在好經濟 其實24 每個音樂器都24 當然這個是一個標準 但是你可以用這個美麵的概念 就是說交換機裡面 裡面那條高速公路 裡面那條高速公路 要支援 起碼都有24GB的 因為如果萬一那24個音樂器 同時間在發放信息 或者收東西 那你後面 你如果看到那隻switch 交換機的話 那它真的夠高速公路 給它一層上去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你把那些switch都不是這麼大的 因為它後面那個叫我們叫back plane 或者我們叫做fragment 就是用這個fragment 就是高速公路的 其實不是容易做的 就是不是容易做的 你可以說要做得advanced 或者要做到極致 就是真的是很高的 不是容易做的 那當然啦 現在的技能進步 但是可能我們 可能有10MHz 100MHz的時代 現在1G的時代 甚至我們在做某些技術的時代 我們一會兒再說一下 我們現在的機制叫e-man-tech 所以在local area 我們現在走的 差不多是一種機制的一種 如果中文是意態網絡 如果中文的意態網絡 如果大家幾本去參考一些中文書的話 你都好像到達到意態網絡 其實很幸運 為什麼很幸運呢 就是由於它只是行一種制式 大家不會有太大的堅重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大家的 industry 肯合作的原因 就是大家只有一些人肯合作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只是行一種制式的意態 否則的話 我們變成anninger 可能就沒有問題 然後要買產品 然後要看它用什麼制式 anning錢 我記得anning錢 可能我們買無線電話的 anning買無線電話的 在美國正在用 你在什麼正在用 有CMA 那些不行的 你carry一個 就是香港大個local的電話 carry 去美國可能用不了 或者電話給美國買電話回來 它用不了的 就是你說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以前的時代 現在我想都已經瘋了 這份東西也是 就是幸運有網絡 這些技術 或者叫制度 所以令到我們買了一些網絡 基本上你可以說 如果你說要發電話 就是想要發封 那很多時候我們 不同品牌的書籍 都可以怎麼隔離自己 那些東西都會發封 OK 這裏真是大意 就是我們收到的視頻 我們收到的視頻 我們Sexual Mindset 可能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他們的關鍵 另外 如果過去 所謂Internet 這個Internet 你已經在網絡同學之間 網絡同網絡之間 就說未必是真的互聯網 未必是我們一常來的 但是在互聯網上是什麼 都是Internet的一個分子 這個沒得走 那裏面我們就understand 它的CCIP 什麼叫CCIP 就是要討論 因為這個 我們之前不是說 什麼東西都說這一次 那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這個Internet 這個Internet也一樣 這個Internet也不是直接 是解釋為網絡的 總之就是Internet 就是Network Network之間的 溝通的話 我們用CCIP 我們就跟它說 你現在這個房間是一個Network 舉例 你現在這個房間是一個Network 那旁邊可能還是一個房間 是第二個Network來的 那現在大家在這個房間的Network 可能是互通的 但是跟旁邊說可能不是互通的 那我們就要考慮一下 怎樣令到它們互通 但是就可能是在這裏面 那CCIP在哪裡 究竟是不是就這樣 打了鞋子去互通呢 那有沒有什麼機制去找 當然有的 就是我們這些Network 就是所謂的Network 之間我們怎樣去找一個機制去 讓它們可以 收到呢 我們要找一個Send 回到ID 然後就去Network之間 好了 那你們有些地址 有了些地址 有了些地址 就是ID Address 就有些地址 或者我們現在也說你的ID Address 那它都說ID Address 是不是就是地址 是不是 就是ID Address 在這裏面有了些地址 之後呢 我們就想運東西 看上去運東西 就是給它們來 你收交給我 我給你一個門櫃碼碼 我給你一個地址碼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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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 你可能運送一些所謂叫做大件的 或者運送一些很細小件的東西 這些就是一些穿搭的 按照你的那些 就是那些穿搭的那些 所以你發覺 這個就是我們的 communication model的部位 有了規律的 有了規律的 好 接著呢 我們聽個路由 你看大家 路由 就是因為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 不是只有一個Singles 就是像你現在在一個房間 你可能就在隔壁房間 甚至可能說 我下樓下樓下樓 然後走過對面的馬路 然後又 接著怎樣再搭電梯上去哪裏 又找到第三個 你也不認同 當然這個是人肉糾塵 但是我們就 在機器來說 我們就說 你怎麼到的 我為什麼會知道 下樓下過馬路 就可以找到我的目的地 或者上幾樓 就找到目的地 這些就叫路由 這樣就叫Round 就是說你跳出來的圈圈 你跳出來的圈圈 你要周圍去找別人 又或者反過來 人家過來找你 這些就是一些路由 所以我們會有交換機 和路由器Round 所以這兩個差不多 當然我們現在就不是說 他學會一兩天就周圍都可以 怎樣都好 但是交換機遇路由器 確實已經組成了 我們所謂Networking Fundamental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我們講Computer Computer Network Fundamental 差不多都是看了 都是一些交換機遇路由器 好 我們會看到那些包裹 我們叫包裹 即是同一個運動 運動的包裹 那些包裹我們叫Packet Packet Delivery 如果我們知道一些基建 基礎設施基建 有交換機遇路由器 請問有A點送去B點的時候 其實中間經過什麼步驟 當然也是 我們日常的工作 我們不會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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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但是你understand的時候 那對於大家的設計 將來你可能會自己設計下一些Network website 或者做planning 你做planning的時候 會做一些事情 究竟要用多少個實力 你用多少個實力 可以照顧到你 或者是怎樣去brow 然後呢 最快呢 他用個designation 他說這些工具 就是美國在一些條件上 你understand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所見證 叫做 就是清楚 清楚解釋這個運動 那些運動 那些運動 有一點 A點去B點 有多少個水箱 或者有多少個路由器 你找得到呢 你為什麼要選A路由器 你不選B路由器 或者為什麼要選B路由器 或者為什麼要選B路由器 或者選B路由器 或者選B路由器 這些全都都有 就是機器就很簡單 就是要給一些規則 去實現那個能力 我們就需要設計這些規則 又或者我們需要 這個方面 我們需要解釋這些規則 甚至你可能是 所謂的將來 這個制定 好 另外呢 我們有些叫做 定牌的路由器 我們用人手 硬硬硬 一些所謂定牌的路由器 的指示牌 大家駕車 或者走去行山 行山都有 因為有分差路 你都要看指示牌 那些就是直接買 不太去路由器 是吧 但是如果我們說 一圖舉例 我不知道 我在香港 有時候我就想一下 去到隧道口 去到隧道口 有些指示牌 就動一下動一下 如果前面 他可能會馬上 用箭嘴 箭嘴 來指示我們 旁邊的路 可能會快一點 舉例 那些就是動態的路 可能改變了路由器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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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下降 我們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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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個很清楚的 可能是大家 到時會見到 那些就不知道 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盤子 加上這些 那些盤子 怎麼樣 送去 有哪條路徑 有哪條路徑 送去哪一個地方 好了 我們會學習一下 什麼 ATL Handless Control 這些東西 Handless Control 就是說 現在你所有東西 都 我們建立了 這個盤子 全盤子 這個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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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個盤子 10個盤子 各自 各自 但是 不是 種種 不是每個User 都能夠說 他用這10個盤子 另外 有部分User 是限制的 有3個盤子 我們是 想 有3個盤子 我們想它 變得 那些是我們的 這個盤子 我們 我們 有一些 所謂的私隱證 或者是 application 是不可以的 這些 你就要設定一些關卡 這些 所謂的 assess control 中文 我當時翻譯 可以給你assess control 譬如我們 一個大廈 都不是每個路 我們自己自由 可以入